兩旁對稱的巴洛克式建築 這也是德國慕尼黑的寧芬寶宮 已經有了342年的歷史 不過來到這麼大的皇宮 要怎麼拍出更有感覺的照片 三招來交戰 高雄石柱配雕像 構圖有層次 開啟格線式小PayPal 但宮殿要拍更莊嚴 就靠這一步 萊卡的一個特色 去把它調整成 這個所謂黑白模式 那尤其是黑白模式 用來去拍這種建築物 它的線條 可以讓它呈現得一個更清楚 來到後花園 發現這裡有一座天神宙斯的雕像 不過現在卻是大逆光 就要透過調整曝光值 來提升民安對比 人手一機拍照成主流 各大廠當然得在相機下功夫 日韓陸基比一比 Sony XZ1自動追焦臉拍 自行車經過短短兩秒 照片也不模糊 用三星Note 8景深預覽 拍下德國麵包 高更添層次感 而華為Mate 10 Pro的AI功能 可一秒辨識 景色更換模式 八十公尺高的鐘樓 上頭是德國最大的木偶時鐘 比比XZ1顏色鮮明 Note 8則保留細節 Mate 10 Pro更貼近肉眼所見 畫質部分的話 Note 8是略勝一軸 但是以風格來講的話 華為Mate 10 Pro 它是有搭載萊卡的鏡頭 所以它的風格非常的鮮明 相機功能成為旗艦機的重要指標 各大廠也都功其所長 互不相浪 以上是東森曾經記者 劉沛琪 沈玉騰 在德國慕尼黑的採訪報導 Tschau